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2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独播点评节目,来给大家谈谈何卫东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参加会议了 现在有点诡异,为什么呢?因为两会起诉之后,何卫东讲了一番话,这番话非常敏感 现在这些言论已经在网络上被删除了 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发表一篇文章,其实不光是看中国,还有好多媒体都报道了 讲到何卫东啊,他在两会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当中讲到要打击虚假战力 虚假战力肯定讲的是军队,是不是有点吵呗呗? 我理解这个虚假战力大概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军队当中在习近平的放纵下,购买了很多的军事设施 包括这个武器,还有一些军队,还建造了一些航母,购置了很多的东西,花了很多钱呢 国家的民脂民膏呢,倾斜到了军事设施方面,非常惊人 对,他的目的一个是通过这个放手让他们花钱,笼络军头,他们可以拿回扣,又可以这个控制他们 因为你回扣就是把柄嘛,控制在习近平手里,他可以下一步整肃你啊 所以买了很多东西,自然而然这个军事设施方面呢,有豆腐萨工程,有腐败 第二个的这个虚假战略,指这个作战,训练 和平年代嘛,你要训练只有天汇报,容易造假啊 大概这两层意思,一个是本身的训练当中有虚假行为 第二是购买设施有因此舞弊问题 和平东讲这件事,其实这个毛头指向随张有霞 这个话讲完之后呢,引起渲染大波啊 很长一段时间,张有霞这个不如河北东活跃 但是最近发现逆转,张有霞活跃,河北东消失了 也就习近平,陪习近平到湖南考察呀 不是河北东啊,很诡异,一般情况下是河北东 这回是张有霞 而且呢,这个到现在为止,张有霞 给我感觉还是在牢牢控制军队 反倒是河北东,他的言论被删除了,被检言 我刚才查找了一下网上的所有的媒体官媒呀 关虚假战利的报道文章都没有了 但是河北东的名字还可以出现在中共军网上 那就证明不是被删,而是停止检查 这一点好像是应该是明确的了啊 看中国网站今天也报道这个消息 还有一些自媒体也谈到了啊 我估计河北东啊,就3月9号 在人大军方代表团团上讲的这番话 的确是闯祸了 或者讲呢,他没斗过张有霞 张有霞比他后台更硬 一个是张有霞的爸爸,张仲讯和习一鸣的爸爸 西中军是铁哥们,另外这几年 西民之所以能够干掉军中的大老虎 主要得益于就是张有霞 所以河北东啊,无法和他搬手腕 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么下一步有没有可能熟识这个河北东 只要看张有霞和河北东的角力 这个他们的这个到底什么原因 是不是仅仅就因为一句话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一句话在会上的表述不同 或者是他或者讲他侧重于备战 这个有所偏颇啊 那可能事情还好一点 如果说这里还涉及到更多的我们难以去了解的内容 那可能麻烦就很大啊 因为习近平现在一神一鬼的 对谁都不信任实际上 在军队当中 在我看来只有张有霞他最信任 所以呢他抛弃张有霞的可能性很小 要抛弃就是河北东这样 因为河北东没什么资本 二十大代表都不是 习近平把他抛弃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保卫自己 再加上河北东本身刚上来 没有什么更大的权力 估计以前在贪腐方面 金额比较小 张有霞比他要更严重 张有霞你想之前是 之后是李尚富 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 那么这个腐败问题啊 都和这个 魏凤和有关系 所以魏凤和是已经刷了 对吧 这条线上牵涉的主要是张有霞 那但是河北东呢 这个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啊 到底是到什么程度 咱们也讲不清楚啊 总之给我感觉 似乎河北东现在有些麻烦 或许仅仅是什么呢 停止留置调查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显示了中共上层权力斗争最新的动态 这是一条消息 另一条消息就是关于这个 燕郊大爆炸的事儿 今天我看到海外媒体也报道了啊 赵兰健发了一个推特 讲呢这个爆炸是火箭军干的 火箭军呢也就是虚假战力 购买这些枪炮子弹 发射的过程当中 质量太差 打了一个臭蛋打偏了 就落到了这个燕郊了啊 这是今天海外媒体也报道的一个问题 一个焦点啊 如果是真的话 这个事儿还真 是一些非常严重的事儿 这个是3月18号赵兰健在 在X平台上发布的 说东部战区赤射DF17失败 是一名可靠的朋友谈到这个可能性 说是所以呢这个爆炸发生之后呢 你看是从上边炸的 而不是底下 如果是液化气罐燃气的话 应该是底部爆炸对吧 这是常识 看现场的确是诡异 而且 应该保护现场 反倒是连夜拆除了 可能怕留下证据 让老百激怒老百姓 这是今天看中国网站 报道这条消息啊超震撼啊 那么这篇文章还讲到了2020年的8月26号 中国军方向南海发射弹路导弹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那中共发了2枚飞弹 结果美国军方指出呢 中共实际上发射了4枚飞弹 就有两个是打偏了 打偏了他就不报道了 那同样道理啊 如果他打到宴郊去 那肯定这是个重大事故 他不想让老百姓知道 自然冠冥要掩盖真相对吧 所以他又用这个案例 就2020年的案例来推测啊 燕焦大爆炸很可能是火箭军 发射的这个导弹失射的时候呢 出事了啊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事好像大事 或许也就从一个侧面佐证了 呃 何卫东讲的虚假战力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 是有这种可能性 那当然了这个前后次序 还需要连结一下啊 我认为呢解放军 因为在和平年代嘛 他们不停的购买这些枪炮子弹 包括这个下饺子一样的 建造了很多的舰艇 还有购买了航母对吧 航母第一个是山寨版 呃 那个问题最大 据说主要是为了买那个图子啊 图子拉了一卡车 拿到图子又开始仿造 第二个是山洞建 对吧 第一个辽宁建 辽宁建是 呃是这个山寨版 山洞建的好一点 后来还有福建建等等 这些设施可能也藏着这个豆腐炸工程 也有腐败 所以这一次这个何卫东这个事件很可能引起 呃军队当中高层的激烈的内斗 因为那些拿着钱的人肯定很恐慌 都对何卫东有一些 就要找习近平算账对吧 呃就逼迫习近平要处理何卫东 那么何卫东反过来 就要拿腐败的证据来指责军头 最后他没逗过张有霞 因为张有霞陪从习近平到了湖南去了 对吧 就要看过几天何卫东有没有露面 如果有露面 可能何卫东呃深刻检查 习近平对他是高举轻放了 如果是他没逗过张有霞 习近平也很生气 很可能从此以后何卫东就被打入冷宫 甚至撤职查办 这是今天的两条消息啊 尤其在外面 可能声音比较嘈杂 非常对不起啊 等一会会有新的题目 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再见